一社秦岭别墅案受审迟大哭,魏明州被判无期祖徒,看中国记者燕青刘综合报道,陕西省人人大副主任魏明州,昨日二十日,昨日以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,魏明州被指攀附令计划夫妇,并以摄音触怒习近平,而成为官媒热点的秦岭为鉴别墅问题。 魏明州此前受审实施爱金额涨了三千多万,当庭大哭。 11月20日,湖南省称州市中级法院,公开宣判陕西省人人大副主任魏明州受贿案,魏明州已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,魏明州当庭认罪不上诉法院称魏明州从1996年至2017年, 在历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山洛市市长,中共山洛市委书记,中共陕西省委常委,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,西安市委书记及陕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,副主任西坚, 利用职务便利,为他人和相关单位在矿产开发,土地竞拍,工程承揽,融资贷款以及他人职务提拔,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,单独或者通过其亲属等人,收受他人以及相关单位给予的财物。 共计折合人民币1.09783324亿元人民币下同魏明州被认定受贿过亿,这个数目比先前,中国纪检监查杂志,披露的7400多万元,还要多出3500余万有报导称。 魏明州获社秦岭别墅案,此案,惊动中南海高层习近平连下六次,批示拆除违建别墅,待人无效果最终震怒,派出中纪委副书记都政处理,并拉下秦尹安等一批官员拒报别墅,问题的确是导致魏明州落马的一个导火索。 早在2014年,有人在秦陵北路西埃段围,规建设200余栋私人别墅当地村民,表示,别墅主人不乏西埃市的高官,在中央勤势后多次整改,拖了近三年仍未彻底解决,2017年5月22日魏明州落马,而在近两月,因为秦陵别墅案陕西,已经有多名高官落马或遭处分。 落马的是陕西省委原秘书长钱尹安,被处分的,是西埃原市长上官即兴,西埃市政协原主席成群力。 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魏明州有交集公开资料显示,魏明州生于1956年,陕西人从1983年至1998年的15年间,一直在共青团系统任职。 魏明州于2007年,升任陕西省委常委历任省委秘书长,西安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。 2016年12月魏明州,不再担任西安市委书记。 2017年1月,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,并当选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 至2017年5月23日,被调查受贿金额当庭大长魏明州当庭痛哭魏明州受贿案。 今年6月22日,在湖南省称州市中级法院开审时,检方指魏明州在20余年间收受11人给予的财务过亿元金额, 彼此前指控的数目多了,3500多万在最后陈述1611岁,满头白发,得魏明州当场痛哭表示认罪。 魏明州当庭大哭,网络图片,去年5月22日中纪委网站公布魏明州涉嫌严重违纪,正接受审查知情人,透露魏明州听到接受审查时。 当集贪导在的在官方对魏明州的双开,通报中趁魏明州,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,对抗审查等中国纪检监查杂志,刊文,披露魏明州中爱粉红色和面食。 出门在外要带粉红色的洗漱用品,要有专做面食的厨师随行,每到一个单位,视察都要派人先去该单位为它室温室内温度是不是保持在26度。 表面上笑咪咪撕下热衷搜集同事的黑料,用以打击报复。 魏明州还疼在与自己相关的商人,亲属被带走约谈后找来高人,指点迷津随后便在自家门前栽种了大量竹子,希望通过竹子的谐音阻止,来躲避即将到来的命运。 部分竹子死后,魏明州又买来假竹子插中在院子中。 据陆媒报道,魏明州,以政治投机谋关。 在陕西共青团系统任职长达十余年,为了攀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其调至上落后,通过任职团省委时结交的金花集团董事长吴一坚,与令计划拉上了关系。 2005年9月,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曾参加无意间经营的高尔夫俱乐部宁人邀请赛,并获得冠军魏明州多次,出入该高尔夫球俱乐部结识了令完成然后通过,令完成认识了令计划及令西谷利平。 知情人士透露魏明州当上西安市委书记,得到了时任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大力支持,此后令计划曾几次到过西安,均由魏明州陪同吃饭魏明州,还曾向令计划奉送过明家字画。